而县议员黄玲兰则是针对0918震灾造成农民的农田损失 以及稻谷运费的补助 希望县府农发处能够协助农民申请相关的补助 另外针对了轮天大桥变桥失作的问题 也要求建设处能够协助村民有一条安全回家的变道 县黄玲兰关信0918正在农田总企 耗陷以及填梗毁损 整副救助经史实计划案件 以及轮天大桥断桥需要一条变道 来方便乡亲往返运送农民安全的道路 我刚刚图片里面他们只算长度 但是有的是他们的填梗 他们要跌食指是有高度的 最高是到三米 那这个高度都没有算在里面 那你一公一米补助300到450 那个只有几百 那个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农民这样子他们又要修复这个田梗 他们才能耕作的情况下 他们一些工资 及一些机具的一个补助的这个 这个县政府的补助真的是远远不及 相对的他的一个倒作的一个 在耕作的时候他们的成本一定会增加 那增加的同时呢 肥料也增加 那么央苗也增加 那个所有的林林种种的有关农业的方面呢 的成本都增加 增加的同时这个我们要再去重视到另一个问题 这一些成本增加了 那么种稻的农民他们的股价并没有抬升 这个部分呢也希望农业处呢能够去了解 今年一起的倒作收割的时候呢 应该月底就开始有农民在收割 希望呢 县政府能够积极的态度 赶快去了解农民这个部分呢 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再来就是我们 林安究竟就是因为在九一八地震之后 有高辽大桥跟轮天大桥的变道 那么我究竟比较可以到轮天大桥 每天都可以去观察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要改进的地方 那么增测这边呢是很宽的 希望说建设处呢 会后能够赶快赶快的去了解那个状况 因为那个是可以再移动的 那个虽然是临时性的 但是呢它是可以移动的 那再来就是育长大桥 这长梁的居民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么我已经醒悟过很多次 跟建设处这边邓处长 那么也跟农民说那个是要重建 但是农民一直希望希望说能够像高辽大桥 制作变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让民众们 乡亲们都能够了解 欢迎后表示 由于受灾户农田所在地公所受离 勘察提报到县府合拨救助金 并且针对田梗毁损修复以及农田农起 凹陷整幅等项目 就受损程度定定整幅救助金分级标准 协助灾民能够渡过难关 早日重回正常生活 记得Join华视频道